你沒時間看出 你真的沒有時間看出 9點半關燈 而且你剛剛很難看出 除非就是有一個 就像如果有些人可能要找公務人員 可能就是志向就是你可能畢業之後 就在退伍之後就找找公務人員 喝醋 警察 喝醋 這是什麼 什麼文在七月天就要考試了 可以提出說你晚上要晚自行 那通常我們在哪裡去讀出 我們最多是讀到11點 這是可以的 那你說北京平是可能小說 神的夢幻 神的小說 鬼小說 在一群也不能看你的小說 很多大學長都騙你喜歡 所以然後最終其實是說 你們根本沒有自己的時間 可以去看這些課外讀物 除非說9點半過後 你可能是要讀書 就是你們要去考公務人員的書 那當然這個就可以帶 那我們也會給你們時間去讀書 酷喔